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2月22日 这期视频本来是想给大家放一些美国西海岸自驾游的内容 给大家看一看美国的西海岸的海岸线 但是因为一些事情,计划改变了 我今天主要想告诉大家 在今后,以及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我可能会减少B站的更新频率 或者完全不再更新了 希望大家谅解,非常抱歉 如果大家想看我的视频,可以去YouTube看 如果你只是喜欢看我的某一方面的视频 我建议你们从今天开始取消对我的关注 对科研和人生迷茫的学生 依然可以来发邮件咨询我 我们可以安排meeting进行答疑 科学家想做出好的科研也需要时间成长 科学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需要钱 up主想做出好的视频也需要时间成长 up主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也需要钱 还有,最重要的是心态 当心态已经爆炸 估计没有办法再继续做了 今天的视频我主要剪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阿斯顿发送到粉 第二件事情 英语口音 第三件事情 YouTube熏算法 以及up主迷暗追踪遇到的一些事情 第二件事情 朋友家的春晚视频 第二件事情 以后的计划 第二件事情 两则小故事 一个是关于小费的 一个是关于朋友圈的 首先我想感谢这位叫阿斯顿发送到粉的粉丝给我充电 我想说下 我已经把充电功能关了 希望大家以后不要再给我充电了 非常感谢 我自己都觉得我做的视频非常糟糕 请大家不要浪费自己辛苦赚来的血汗钱 非常感谢 这些钱去购买一个俄罗斯院士 它不香吗 我这里不卖这玩意儿 非常抱歉 常言道 中言逆耳利于行 良药苦口利于病 我把它放入白名单 并不是因为它的留言比较优美 动听 清脆 育耳 主要是我不希望它再给我充电 我停止更新B站 也不是因为这个粉丝 我停止做视频 主要是我觉得 自己做的一些游戏类视频 和生活类视频质量太低了 跟这位粉丝毫无关系 我的视频主要有三种录制方式 第一种用PPT录制 第二种用Zoom录制 第三种用Pocket 2录制 我自己也看到了 并且发现了 我的非PPT视频的收视率 可能是我用PPT做的视频的收视率的十分之一 为了不浪费大家时间 我把那些视频已经从B站全都删了 在这里 再次向大家道歉 那些视频 主要的面向对象是我自己的学生 并不是普罗大众 如果我的学生想看 你们自己可以去YouTube看看 之所以打游戏的视频 没人看 但是我还坚持做 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 有几个学生跟我说 他们从我的视频看到 一个做科研 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人 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 打游戏可以很菜 唱歌可以非常跑调 我做生活类的视频 主要是我的学生想了解一下 我真的很抱歉 过于频繁地更新一些 没有实质内容的视频 浪费了大家的时间 如果浪费了您的时间 请及时取消订阅 非常抱歉 我之前做了一期视频 是我跟一个美国教授 讨论要不要给我的学生发offer 那个视频我当时没有打算录 是临时要打一个电话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师 可不可以录一下 他说可以 然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录了一下 剪辑之后 发到了B站和YouTube 没想到这个视频 在B站现在有50K的播放量 感觉是我播放量最多的视频 有些学生告诉我 可能是因为那期视频的留言 击中了B站的推荐算法 这真的是一个随机事件 最近很多学生问我 如何写出来 Citation很高的文章 这就是一个例子 我在开始做视频前 我做了一些调查 因为我的英语口语太差 做英文节目应该没有观众 所以我打算做中文节目 但是我的一些外国教授朋友们 他们希望我做一些英文的 因为他们也想看 所以我偶尔会发一些英文的视频 大家在评论区 说我英语口音差 这个确实说的没错 而且我非常理解 这些觉得我口音差的朋友 我自己如果打开YouTube视频 发现那个人在说 口音版本的英语 我大概也是会关掉的 然后去找一个 说中文的视频看看 但我可能不会去 别人视频下留言 因为没有时间 我也看到了 很多学生在帮我洗白 我也非常感谢 说实话 我英语真的差 大家没有必要帮我洗白 从这次口音视频 最大的收获是 我发现 争议性的话题 可能会击中B站的算法 我一开始以为是赛博坦音效 或者title叫编什么编什么 所以做了一些测试 后来发现都不是 我本来打算出更多 具有争议性的视频 带来更多的流量 但是最近YouTube修改了算法 说不能在视频里面 讨论过多争议性的内容 具体YouTube发生了什么 大家可以去看 《迷案追踪》的最近一期节目 最近YouTube给很多没有出镜的up主 发邮件说 停止他们的盈利 因为怀疑他们的视频 是AI生成的 然后修up主做一个五分钟的视频 解释自己是怎么做视频的 以及为什么不是AI生成的 这个东西一方面是好的 能阻止AI视频在网上泛滥 但是一刀切的做法 对于那些辛辛苦苦做视频的up主 他们可能没有别的收入 对于这样的up主 他们就直接没有收入了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是不是相当于直接被裁员了 感觉YouTube的算法 还是非常需要提升的 我个人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科研方向 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如何写这方面的论文以后 这是我一个朋友的频道 是这个叔叔阿姨 一起录制自己家的春晚视频 我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如果同学们 以后想去哈佛读书 我建议你们在下面多多点赞 给点好评 如果不能理解我来说啥 就当我没说 下面是一个以后的计划 我以后会主要更新 YouTube和TikTok 然后为了兼顾这两个平台 需要做些妥协 关于视频上的长度 YouTube的话 你的视频长于8分钟 才能加广告 TikTok 你只能传小于10分钟的视频 我以后会尽量传 8到10分钟之内的视频 B站的话 我有两个想法 现在还不确定 具体实施哪一个方案 一种就是 每个月选一期 反馈比较好的视频 投放到B站 还有一个就是永远停止B站的更新 目前我还没有想好 最后给大家分享几个小故事 前几天听别人讲的一个小费故事 就是一个人去一个饭店吃饭 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要给小费的 一般10%到15% 也可能更低 也可能更高 具体情况 根据餐馆等级 以及你在哪个州决定 那个人去一家饭店 点了三个菜 每个菜大概十刀 他吃完发现 一个菜还可以 另外两个菜很难吃 正常的话 他就只需要给四到六刀小费 但这个人呢 他给了一百刀小费 然后跟这个店老板说 你能不能以后 不要再做两个菜了 你这两个菜这么难吃 以后应该没有人会来吃了 然后店老板晚上 就没有睡着觉 第二天决定 把这家饭店关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我说的故事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句故事 大家都知道 微信朋友圈的功能 我有两个朋友 A和B A特别喜欢发朋友圈 B有一次给A说 我觉得你的朋友圈 大部分都非常无聊 快把我刷屏了 我能不能给你点钱 你别再发 打游戏和生活的图片了 发一些高质量的 我想看的科研相关的 A就说 你为啥不直接屏蔽我 B说 我只想看你的某一类视频 然后呢 A就一晚上没睡着觉 准备不再发朋友圈了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 我说的这个故事 最后 感谢B站的朋友们 在过去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内 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 看我的扯淡视频 听我说一些 没用的 和一些没用的 我小时候也看过很多节目 这些节目可能已经不存在了 任何事物都会产生 发展 消失 没有想到我的节目 这么快就要积极了 最后 再次向大家道歉 感谢支持 很不幸 创业未办 而终道崩促 如果有一些朋友 真的有一些好的建议 想来帮助我改善频道 可以发邮件来跟我约一meeting 以后如果有缘 我们再会吧